世界癌症报告预测 全球的癌症增长数目 将会由2012年的1400万人 到2035年上升到2400万人 面对死亡和癌症 我们都会哀伤和不舍 但是作为身边的人 我们又可以怎样好好关心 有癌症的病人呢? 他经过一个历程 去看到这个时间发生 这件事是一个美丽的事 他完全信 完全肯定 他就会无事了 不但无事了 不是由哀哭变为平静 是由哀哭变为跳舞 余德尘博士 经历过太太癌症尼西 最前他接受基督教 癌症关怀联会的邀请 透过自己的经历 鼓励癌症病人的同行者 怎样帮助病人拥抱爱上 癌症在病人的角度看 就觉得严重很多 因为名字 所以首先就要界定了 是一个长期病患 未必有致命危险的病 或是有一个末期 或者医生觉得是很危急的病 要分清楚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之后 在关心他的时候 就要小心 免得他 你走过来 好像突然觉得 我是不是很严重的 这样的感觉 普通病人就不会的 普通病人相信 这一阵会症患的 所以他们很介意 很不能够症患这个字的 所以如果跟他聊天的时候 多点想一下 你现在遭遇这件事 你的心情怎么样 会不会跟平时不同了些什么呢 就是先探讨多些 但就不要这么主观 去讲一些关于病情的诊断 因为我们不是医生 免得加重了他的压力 了解了病情之后 可以尝试聆听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例如是否养育子女 经济等等的问题 帮助他理智预计将会发生的情况 面对临终病人 关怀者亦都可以 跟他们说多些正面说话 可能死者自己临来世 有些最后都很不舒服的感觉 有时要懂得跟他说 譬如说我会帮你 看着你家人的 甚至会说 其实很多东西 我都很想念你 因为你都对他们很好 他们很欣赏你 因为他很想听到 一些很正面的 灵规世界之前 不觉得那么遗憾的感觉 但是之后跟进要很小心 因为可能是一个商家 他们天天都会说很多失落的感觉 他们互相都会觉得 越说越烦 很烦 所以如果有个开心的人 走去探望他们 最好就是一起去散步 去一些大家都觉得开朗的环境 不需要坐飞机的 有时去一些大埔公园 走走也很好 他们觉得有一班人肯陪自己 感觉到原来我们都得人喜爱 有人喜欢我们的家 那种感觉会好很多 关怀者付出心思 时间 最后病人离开 难免不舍 余博士就鼓励关怀者 都要好好休息 有些关怀者 落到很丰富的感情 到最后可能更伤心的那些商家 都不出奇的 因为可能他是一个很短时间 突然间去到一个很深厚的友情 就跟一些家人 认识几十年有些不同的 所以可能他受不住的时候 他自己都会很失控 甚至会埋怨自己 是不是我的关怀也不好 所以他疏忽了他很多心理上的东西 或者可能影响他很多不好听的话 说我说错了 所以他应该有一个伙伴 跟他不是检讨 而是大家讲起来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东西了 包括令他不孤单 有时听他说心事 还有可能做了桥梁 帮家庭 他都只是介意 可能怀疑自己说错某些事情 那个情况 因为说得不好 一定有机会 也可能医生也不是说得好 所以让他安慰一点 仲然太太离世 单于余博士延续太太的使命 积极鼓励癌症病人 和他们的家属 而基督教癌症关怀联会 也自力推动癌症关怀事工 协助教会成立癌关小组 招聚癌症病人 和他们的家属 以自身经历 帮助有需要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一说到癌症 就觉得好像有死亡 之后有绝亡 但我们也相信 其实信仰告诉我们 其实在神的爱里面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希望癌症病人 在透过教会的服侍 大英姐妹有心的支持之下 可以见到 其实他们在神的大爱之下 他们可以在一些不好的事里面 永远都见到盼望在里面 我们很希望帮癌症病人 扶一把重新见到生命的美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哀伤 学习拥抱之余 你又能不能关怀其他人 一起共舞呢 我们很快去刘